這也就是還滿詭異的 我們要拭目以待 希望成功 所以你們兩個人做的事情 秀琴跟宋欣妮 好像都有二手包這個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競爭者嗎 不算嘛 不太算 可是因為這樣我如果有一個包包 我要給秀琴還是要給宋欣妮 都OK啊 那這個包是誰的 這是我的二手店裡面的 所以明星常常去買嗎 對啊 我今年8月初才開幕的 所以妳同時在做二手精品店 以及夜店 還有12月要即將開幕的燒烤店 在花蓮 燒烤店 對 所以妳通通都是賺原住民的錢嗎 也沒有啦 就想說回饋 你說酒精跟燒肉嗎 酒精跟燒肉啊 對 所以這個包是很好賺的嗎 包包女明星應該會要求抵價吧 會 對 因為它一定有一個行情價 對啊 可是宋欣妮妳一定很不爽 秀琴她搶妳的大餅啊 不會 其實因為我們店裡 也是一下就賣光 其實名牌包是最好賣的 真的嗎 全部裡面最好 尤其是L拍 所以妳一看到這包 就能夠說出來 它應該要賣多少才賣 那四萬塊吧 之前一能進 有一個這個差不多這麼大的 然後是亮藍色的 內地就買走了 所以我如果給妳一個 譬如說LV的包包 妳要給我多少錢 沒有 我會先寄賣在那邊 可是如果是小S的話 搞不好會更飆漲 包包旁邊是假髮 那是誰的 我的 妳在賣假髮 什麼時候又變這個了 這是物業嗎 妳從哪裡來的 真的 沒有 雖然是因為 他們有一個工廠在內地 在青島 然後就是跟他們合作 妳是在網路上賣嗎 對 十一月十八號要開幕了 在內地 那顧客怎麼知道 他適合哪一頂假髮 我們有拍一系列的照片 然後還有假睫毛 就是因為今年假髮 還是滿開始主打的市場 還有揭髮 因為現在主要很多女孩子會去 今年假髮開始主打 揭髮揭髮 誰跟妳說什麼 對啊 因為其實韓國 現在他們很多所有的明星 都是帶一些揭髮 揭髮 那韓國的技術是最成熟的 因為他們所有揭髮 看起來是跟真髮一模一樣 所以銷售量很大嗎 很大 而且假髮他們的利潤也很大 一頂最貴可以賣到五 六萬 你聽到這個 有沒有想要做投資假髮 這個 我看了那麼多也會害怕 可是人家講的 今年是假髮年 其實我現在發覺到 我們藝人做什麼生意 你要親自下去參與 你不先去參與的話 我跟你講 後面那個鬼就來了 什麼鬼 就是給你選一個帳戶就對了 要騙你選一個帳戶就對了 對 所以你藝金那個是 你有親自去弄嗎 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帳 我就等後面把它賣掉就好了 賣掉什麼 聽不懂 他沒有親自去做啊 他把他經營的這個管經營好 他可以把這品牌給賣掉 這個軟體 對 這個軟體賣掉 他也沒有經濟去做啊 對啊 你知道他們軟體 要弄多久 這有去了解... 他算命那一塊我進... 我根本進不去嘛 那電腦這一塊你也進不去啊 你電腦這一塊就是到時候 因為我們跟網路公司什麼 我都認識 你來負責接槍 都有認識 都有談過 所以你現在很火大 我們一直懷疑你的... 不會 沒有 善意的建議我是絕對接受 惡意的批評我就... 我們沒有惡意 你們都善意 謝謝 所以譬如說根本不准 這就算惡意的批評是不是 那許建國你的花店賠了多少錢 我個人是賠了一半啦 因為我們是四個人 一半是多少 30萬 一個人出資30萬 所以你在新聞主播時期的通知 對...新聞主播時期 真的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瓊瑤的那個 你知道就影響我的醫生 你愛看瓊瑤那裡去 那你會包嗎 瓊瑤電影很喜歡看啊 你喜歡看哪一部 林青小小我都喜歡 什麼燕兒在靈燒啊 所以你幻想自己是女主角 不是啦 沒有 就是覺得那個花花草草 弄起來還滿浪漫的 剛好我們裡面有投資者 它又會炒包 弄起來滿浪漫的 不是 就是因為你喜歡那個 開花店 因為你對花花草草 所以你在店內會一直 把那花比在這邊 然後說歡迎光臨 有不走這個路線嗎 對 不走這個路線 你當時播完新聞就跑去弄花嗎 你會包嗎 因為那個要披花的話 是要早上凌晨的時候 三 四點要去到那個冰箱花市 要披花 對 披完花回來做到整理之後 放在冰箱裡面 你報完新聞去披花 對... 那個什麼重要節日的時候 花店是真的很忙到 對 我們那時候就選在 在那個醫院跟那個市場的中間 對 那反正就被想說 那個應該會很多人來買花 那為什麼還賠 可是因為我們選的地方 太偏僻了 對 結果剛剛開 而且我們的成本太高 我們的那個房租就8萬塊 然後他還問我說在哪裡 你們猜 8萬塊 對 地點 金門嗎 8萬的店 8萬應該在東區吧 新店 你看 新店還要8萬嗎 8萬 對 所以那時候覺得還OK啊 新開的店就跑去新店了 沒有... 舊店 不然為什麼要去新店 因為那時候 我們裡面有一個投資者 他就是住在新店那邊 他覺得那邊 只有我們那一家花店 他有評估那個市場過 他說在那邊開的話一定可以賺 因為那邊有醫院 也有市場 也有學校 你們這種花 沒有另外一種花賣的那個 抱你 什麼花 兵役館的花 兵役館的花會有白盒啊 那是重複使用 那你幹嘛不投資這個 我...我現在已經送棺材了 你還可以拿 你棺材送出去嗎 沒有...我們要等到 那個...就是實驗到的一個... 我們有盈餘的時候 我們會把多少錢拿出來 所以說你... 我上網去算那個命 算得很準的話 你就會送我一個棺材去 你現在拿 你要送的嗎 太貴了 基因得的事啦 對啦 這個基因 所以是我們的錢 你會拿一部分的款出來 做善事 然後去找棺材來送給 需要棺材的人 對不對 所以需要棺材的人 你們是自己去尋找嗎 還是需要上網報名 這稀學貴 你要報名我會讓你排床 你是認真的要跟你聊這個 是 笑型投資開業點 耗用鄉婷很重要 要畫小孩子